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各行各业 也让很多普通老百姓 面临之前不曾想象过的经济问题 马来西亚前风报星期刊 昨天的一篇报道预测 在疫情重创之下 今年会有更多国人陷入破产的困境 根据大马报重局的数据显示 去年平均每个月有1000个人破产 而来到今年 在国家经济发展 因为疫情而几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 预料破产人数会增加4%到5% 8点最热报视讯反问 两位财务专家的时候 他们都表示 其实我国破产人数一直逐年增加 现在在疫情冲击下 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那破产的最主要原因在于 越来越多的我国民众 没有储蓄的习惯 每个月所赚取的薪资 都刚刚足够支付所有的贷款和花费 以至像新冠疫情这类突发意外 降临的时候就失去了预算 那根据财务专家蔡兆元指出 在我国大概每5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他们所赚的钱 是不够应付日常开销的 而他们是属于 可以享有政府提供援助金的群体 大家都知道就是在马来西亚 有很多人都是过着夜光足的生活 就是他赚的钱就刚刚好 用在他那一个月的开销 他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储蓄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有10个人里面7个人拿不出1000块来应急 当然如果在疫情发生了之后 他可能面对他的薪水被减少了 就会造成他的薪水是不足够 来支付他原有每个月要还的房贷或者是车贷 除了没有储蓄的习惯之外 税务专家蔡兆元表示 我国大概每5个人就有一个可以享有政府的援助金 这也意味着每5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是赚不够来应付日常开销的 而另一位税务专家孔令龙则指出 对生活方式的要求 也是让破产人士有逐渐年轻化的迹象 大马暴穷局的数据显示 最容易陷入破产困境的年龄层 介于35到44岁 而孔令龙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年龄层的民众开始组织家庭 花费自然也就相对高了 现在的年轻的父母亲 他买的东西都是上等的 都是很好的东西 所以给小孩穿的都是很好的 所以奶瓶也是买最好的 所以这一些东西我认为大大的增加 在我30多岁结婚组织家庭的时候 然后他也没有减少他本人的费用 一定他有两两成 一两一定是太太价 如果他还是在不停地买一些实质品 他会渐渐地把它之前所除夕的消耗掉 渐渐地就很大的压力 他买东西的时候 他绝对是不会用先前 他就会用信用卡 孔令龙认为 在花费暴增 但是薪资没有提升的情况下 很多人就开始大量地使用信用卡 久而久之 不自觉地拖欠了大笔的债务 对此两位专家都指出 在众多破产原因当中 无法偿还个人贷款 包括信用卡负债 其实是我国民众破产的主要原因 占了总数的25% 基本上你是用个人贷款借来了之后 来支付你的这个Credit Card的贷款 就是以债养债的一个方式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会越陷越深 因为你借来的这个个人贷款 你还是要还 因为Credit Card可能你不需要还 没有问题 但是你用这个个人贷款 来还掉你的Credit Card的贷款 但是你的个人贷款已经借满了之后 你就没有入走了的 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面对所谓的破产的这个情况 因为他每个月没有还完 但是呢下个月 他又使用这个信用卡 十个瓶子七个盖这样 他就申请另一张信用卡 这个一申请呢 他已经是不能还 不能还呢 他就会进入这个刚才讲的破产 那刚刚提到 在我国破产人士当中 有25%的人 就是因为还不起个人贷款 或者是信用卡的欠债而破产的 他是众多原因中的榜首 比还不起车贷跟房贷还要来得高 而两位财务专家都提到 最主要是啊 越来越多人习惯于先花未来钱 一些人 特别是年轻人 为了追求更高的这个物质生活 就不断的刷卡 当没有办法偿还的时候 就再申请另外一张卡来还债 那再不够就申请个人贷款 就这样让自己在不自觉当中 陷入破产边缘 那不管什么原因 如果你面临债务的问题 你该怎么做呢 要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财务 以避免自己陷入破产危机 明天财务专家会跟大家继续来讲解 怎么样去理财 明天财务专家会